我使用神通牙膏用了三个月 每天早上和晚上拆牙膏 拆了牙肉和牙上 我使用牙膏放在这里 然后洗面 洗完牙膏后再拆口 我发觉很有趣 牙肉逐一逐一生得很慢 但你会看到牙肉慢慢生出 我之前一直以来去牙医检查牙齿 牙肉都会继续 牙医不停提醒我 不要拆牙肉拆得那么大力 但无论如何轻力 牙肉都会继续 不知是否因为我长期吃药 所以导致牙肉不停萎缩 大家可以看看 这就是我补牙脚的位置 我已经补了很多牙脚 因为牙肉萎缩的问题 但我刚才说 牙肉拆回来 你们可以多看一次 在这里 在上面 在这里 我这些牙孔小了 而且下面的牙肉的位置 浅色的位置 其实就是我生出来新的牙肉 其实我用了这么久 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不错 因为我之前一直是不停地拆 其实我无论多轻力也好 牙肉都是不停和我缩 你看到我牙肉上面 有时候有些污漬 是因为我之前真的很轻力拆 我真的不敢拆到牙肉 所以导致到我会有些污漬 所以这些要透过洗牙才会洗得干净 所以这样就没办法 但起码现在很幸运的是 用了神通牙膏之后 它慢慢帮我生回牙肉 我现在再去检查牙齿 都会比之前更好 那就是这么多